勇和妇女会开设许多课程 其中相当特别的一堂课 就是日文班 因为教学的老师王文秀 已经高龄85岁了 却完全看不出来 这么多学员的一班 上课却不用麦克风 声音洪亮的全日文教学 16年来如一日 那这16年 真的 我不是只是父子 我后遇很多 为什么呢 看到那些老年家 现在看到这些年轻 明年我们可以分享 他们的招集 我可以学到他们的活力 所以表面上我父子 但是我后遇很多 所以这就是我的动机 优扬的日文歌 从学员们口中唱出来 一点也不生疏 有学员这学期刚加入 难免会跟不上 但是都会提早半个小时来学习 也有已经跟随老师 16年时间的学员 无论在语言上或是生活上 都受益量多 我们是一开始就跟随王老师 到现在 已经有16个年头了 在这16个年头 他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爱我们 教育我们 他把他所有的爱都付给我们 现在我们的日文班 就像个大家庭一样 和乐融融 幸福又美满 用心学习快乐生活 大大的标语贴在教室里 和大家一起共勉 用日文让大家多了一项语言能力 也串起了彼此的情感 让学习丰富自我的生活 中家新闻 朱凤志 郭南宏 永和报导 朱凤志 郭南宏 再一次 朱凤志 郭南宏 朱凤志 郭南宏